不能忙碎大多数 老股民都不乏这样的经历 明明大多数分析师和机构都看好后世 这项技术指标也显示市场将继续上风 但次日过此后一个阶段的实际走势 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比如2010年11月4日至2010年11月11日的大盘K线图 5日10日短期均线与20日 30日中期均线西数向上呈现多头排列 在传统的技术分析意义上 通常意味着多头已经在博弈中占据了股东 市场将向上突破 投资者自然理应坚定 持股甚至大敢买过 但如果按照这种技术形态进行操作 很可能难逃前摆后套的恶运 卧中指自2010年11月12日开始暴量暴跌 四个交易日伪计下跌近10% 或者情况截然相反 大多数分析师和机构都认为 在后市将进一步向下破位 各项技术指标也显示市场将会继续下跌 例如 2011年1月17日至25日的大凡K线图 5日 10日短期均线与20日 30日中期均线西数向下 呈现空投排列 在传统技术分析意义上 通常意味着 空投已经在博弈中占据了主动 市场将会向下进一步破位 投资者自然应尽快离场避兴 但如果进行止损操作 那么仅仅经过一两个交易日 就会发现 你将股票卖在地板上 而且三个月后还会发现 雇宗值已经反弹大约12%左右 其实 费资的现象并非仅仅存在 证券投资活动中 而导致这种大众行为的根源 则在于人的心理群体效应 通常情况下 任何人都同时具有 两种不同的个性成本 即理性的个性与非理性的个性 理性的个性成本不可能被统一 但非理性的个性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 很容易被统一 一旦被统一后 即形成了心理群体 并充现出三种特点 一是冲动性 即心理群体的整体行动 可以在某一外界强刺激因素的激发下 迅速发动 二是服从性 即心理群体具有自愿服从 外来指挥的心理特征 三是极端化 即心理群体的实际行动 往往明显超过必要的程度 因此常常会导致过激的后果 由此也决定了大人群 组成一个心理群体时 该群体总体在决策或行为时的智能水准 将低于作为个体决策或行为时 所能表现出的智能水准 纵观证券市场 由于证券价格的信息传输网络 将各种不同背景 不同个性 不同地域的投资者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个心理群体 其中大多数投资者均通过专家观点 技术指标等研判后事 因而 当大多数人的想法都非常接近甚至相同 并准备采取相同行为时 市场将证明大多数人都是错误的 所以 在证券市场这种利益博弈的场所 当出现一边倒的声音时 一定要坚持控制自我情绪 采用相反的操作方法 这样才能获得较大的胜利 都把大多数人都交出来